我是農創食工工作團隊的客官 我是教我派派 那大家之前應該有看過我們做brief 那我們現在簡單跟大家讓你們一下 那大家還記得以前大家最熱血的時候 我在我這個年代當然就是灌籃高手 所以我們希望打造一次把農業這樣的議題 跟灌籃高手這樣的熱血的程度合在一起 因為以往大家我們都會被酸酸農業議題這麼硬啊 農業議題這麼無聊啊 包含像是我們這次承辦農委會 這樣的一個專題的製作 他們都覺得說這樣的議題怎麼可能被 一般的民眾有熱血的感受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非常希望可以邀請所有的地方人士 不管是一般民眾或是在自身背景專業技術下 都有一些共通連結 針對土地價值 針對農業議題 跟民生相關這樣部分做一個投入的一個運動 那大家歡迎到FB或是到網站Google去搜尋創手 我們有蠻多相關的資料以及API的資源都有做開放 那這次希望是可以結合黑客跟新農這樣兩個不同產業的部分 從生產段到消費段可以去做一個相互交流的部分 以其對現在農業議題跟一些困境做出一些認證解決跟改革還有進化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採用的報名方式是ACRIPAS線上報名 那我們報名截止日期到12月3號 其實都還蠻歡迎大家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都可以去加入這個合作 那我們目前地方地點會希望在農業 在內湖的新創中心 育成體力這邊 那為什麼會有這顆P呢? 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因為這幾包不是我做的 那我會覺得說當初開放台北市政府的這個資料 其實也要算是科P帶頭來做這件事 那我們現在其實更希望說把農業在農委會 甚至一些農業實驗所 因為其實蠻多新農都覺得說很多東西都是我們徒手 我們自己一個一個打造資料 那其實有時候政府做一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政府不願意開放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希望不斷的去打破一些枷鎖 讓政府可以把所有的資料都全部一個一個呈現出來 那當然農創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吃嘛 那我們後面會給大家講 吃的到底有多好吃 然後這大概是我們做談會裡面呈現的一些 蠻熱血的一個狀況 還有一些講師都有做他們自己一些專題研究上的一些報導 那主要還有做高通辨識影像的還有做數位地樁的 好 那我這邊還是一樣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剩下就口頭講好了 其實在這次我們呃 在獎品的部分其實蠻多次跟所謂當地青農做結合的 然後我們紀念品也有所謂也有卡跟T恤的部分 然後我們有其中一個農產品的獎品是憋蛋 因為覺得大家憋得很辛苦了 一定要給大家好好獎勵一下 那我們這次有請到唐鳳當我們的一個精神獨立的VCR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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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